赵云自子龙 常山真定人 早些年间他跟随公孙瓒 并在这期间和刘备相识 在辞官归乡前对刘备表示忠不被得也 刘备投靠袁绍的时候 再次遇到了赵云 二人关系很好 常常同床而眠 长板之战 刘备放弃老婆孩子先逃跑 赵云申报阿豆 保护甘夫人有功 身为衙门将军 话说在赵云无故消失的这段时间 有人对刘备表示 赵云已经投降曹操了 当时刘备就用手挤拽他表示 子龙不弃我走也 赵云跟随刘备平江南 被封为偏将军 领贵阳太守 在这期间赵云抵抗住凡事的诱惑 避免了赵范叛变的连坐 同时 赵云还主动将战俘夏侯兰举荐给刘备 如果不应谋论 在这之前赵云在刘备心中的地位 可谓蹭蹭见长 不过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一次失误刘备进入一周假意帮助刘章的时候 赵云被封为刘夷司马 刘备在离开前 认为赵云有优秀的能力 特意让赵云管好内事 当时孙夫人虽然驾到给了刘备 但她行为举止比较横 还默许手下东吴的士兵 在刘备地盘做违法的事情 孙权当时也听说了 刘备出兵一周 于是就派遣庞大的水军 迎接孙夫人回到东吴 孙夫人在得到消息后 带着刘云准备乘船离开 孙夫人已经到江边差点一走了之 赵云和张飞乐宾结江 放走了孙夫人 带回了刘缠 看似大功一见 为何说这是赵云的失误呢 话说 刘备西争前创造性的封赵云为刘夷司马 这个工作相当于留守后方 并处理军事以及城市治安 按照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周思源的话 是首都卫数司令部司令兼公安局长 既负责大本营的防御工作 同时又负责治安工作 再加上刘备走前特意嘱咐内侍 甭管孙夫人用了什么手法 甭管赵云当时有多忙 即使赵云有一万个理由为自己开脱 从史料中我们明显看出结江 如何结江 当然是要用到水军了 孙夫人抱着流产已经到了水面上 且东乌大军马上就要接洽之时 赵云和张飞才感到保住了任务不失败 再结合孙夫人和孙权的整个计谋 之间路上的通风暴行 东乌水军的巨大动作 从赵云出现的时间来看 也晚了那么一点点吧 没造成后果 刘备能说赵云什么 如果你是领导 在如此紧急的局势中 你也会夸赵云做得不错吧 不刘备刘备准备进攻刘张 同时让诸葛亮 张飞等人逆流而上 最终平定成都 成都既定赵云被封为一军将军 根据云别传记载 一周刚刚平定 当时刘备打算把成都城中的部分房屋 和城外的田地 大肆赏赐给诸位将领 此时一出 赵云立刻找到刘备 批驳了分房和分田的政策 赵云表示 或去并自已还没灭掉匈奴 也无用加为 现如今国贼不止匈奴一个 因此我们现在也不算完全安定了下来 我们必须在天下平定之后 再让大家返回家乡去公耕土地 这才是最好的方法 现如今一周的百姓 刚刚遭受战乱 现在应该讲田宅归还给老百姓 先让他们安居乐业一段时间 然后再让他们赴兵役 纳税 如此就能更好地得到一周的明星 刘备听到赵云的建议 立刻听从 咱们再仔细看看赵云这段话 有这么几个点要看明白 天下安定之时才可以 可以回到自己家乡耕地 不要霸占一周本土百姓房屋 田地暂停或减少兵役 是说一周百姓应该感谢赵云 所有拟定被刘备赏赐的人 还有那些准备下闭慎烟的官员 都应该恨赵云 见刘备从刘备刚一入川 一直到刘备驾崩 赵云一直没有升官 出彩的只是刘备的一具子龙一身 都是胆和军中 亲切地称赵云为虎威将军 关羽被杀 荆州地盘绝大多数落入他人之手 刘备大怒 准备讨伐孙权 这时赵云赶紧劝谏 刘备表示 国贼是曹操 并非孙权 我们灭掉了曹卫之后 孙权自然而然就会臣服 虽然曹操已经死了 但他儿子曹丕篡夺皇位 引起天下人的愤怒 我们应该利用这些名分 攻占关中 屯兵黄河与卫河的上游来讨伐 如果那样的话 关东的义士一定会带着梁氏和兵马主动投靠王师 我们不能把魏国放一边 先和东吴交战 如果贸然和东吴开战 则短时间就无法和解了 刘备并没有听从赵云的建议 主动东征 命令赵云留守江州 刘备战败后逃到了紫规 情况危急 赵云此时带兵来永安解围 而吴军已经退却 刘缠继位 封赵云为中护军 征南将军 封永昌停后 后迁镇东将军 践兴五年 跟随诸葛亮参与北伐 面对曹真的大军 诸葛亮命赵云和邓志进行牵制 自己率大军北伐三军 诸葛亮前军接停实力 赵云孤军不敌曹真缓缓撤军 回来后 赵云被贬为镇军将军 诸葛亮听邓志说赵云亲自断后 坚持固守 且战且退 不致大败 诸葛亮想因此奖励赵云 却被赵云推辞 据记载 诸葛亮对赵云此举赞美有加 笔者从此是看到的 竟是赵云心中的苦涩而已 如果赵云当初不劝刘备 轻占明天明防 反而默默顺受 不阻止刘备东征 反而表示愿意誓死效力 直拿达呢 也许结果就不同了吧 当然了 如果赵云这么做了 赵云就真的不是赵云了吧 剑星七年 赵云去世 追世为顺平侯